在张爱玲的文字面前 任何细读都是粗之大业 我是徐子冬 细读张爱玲今天是第24期 前面的23期除了有两三集 我们是讲张爱玲的生平父母 家世以外 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她的小说 而且还没完呢 她的晚年还有小团圆等等作品 可是非常有名的张爱玲研究专家 陈子善教授 他说过 说张爱玲哪怕一篇小说都不写 凭她的散文 已经可以寄生在中国现代文学 最优秀作家的行列 这个论断 这说明我们不能只读张爱玲的小说 我们必须也要读她的散文 张爱玲的散文集叫流言 出得比传奇晚一点 出得很精心 她的散文基本上可以分作两类 一类呢我们叫做张看 我们之前讲过有胡说 她现在有张看 张看是一语双关的 张爱玲在看这个社会 这是张看 同时呢又有一个形象 就是在东张西望 很八卦的样子 另外一类呢叫思语 就是个人的自传 自说自话 这个流言这个名字啊 这当然又是代点 张爱玲的这个书名啊 非常也非常用心思 比方说她的小说吧 写很多很朴实的 打破浪漫幻想武侠传奇的东西 可是名字却叫传奇 可是现在的散文集呢 她的散文集 其实我们一会读下来 就发现非常实在 很理性的 可是名字呢就叫流言 这个要是大家只看名义的话 在网上就应该被禁掉了 这个是流言 流言蜚语 2000年呢 我们岭南大学呢 这个香港岭南大学 开了一个张爱玲的会 我在岭南做了中文系 做了六年系主任 我前后参与主持了很多学说会议 但是有两个会是特别重要的 一个就是2009年呢 一个叫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会 我跟王德威城市和一起主办 另外一个会 就是张爱玲的一个研讨会 是2000年 这是我跟刘少明 梁炳君教授一起主持的 这个参加会议的 这个有夏之清 王德威 刘再富 还有作家 王安逸 苏同 朱天文等等 这个之前我可能已经讲过了 在这个会议的闭幕式上 王德威教授啊 我不知道他是长期思考呢 还是偶然的说了一句话 可是呢他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啊 是从呐喊到流言 这是 呐喊我们知道 这就是鲁迅的最有名的小说集 是排在二十世纪 什么所谓的这个 中文小说一百强的第一名的 而且他代表了时代的声音 五四的 又过幽名的 呐喊 可是到后来却变成了流言 这个非常有象征性的说法 这个 在五四的时候 大家都是呐喊的战士 正逼一呼启蒙救亡 可是 不要说五四了 正是到今天 今天你在网上 你要呐喊 你要对什么社会 忧国忧民 拜托了 今天说句实在话 流传最广 最多粉丝 最多人刷屏的 是流言 就是政治的 或者风月的 未经证实的消息 回到本身来说 今天讲谣言 是一个很大的罪名 可是谣呢 对于那个原词啊 就是民间传送的意思 民谣民谣嘛 所以 现在说谣言是虚假的消息 本来呢 就是民间传言 法律上你可以定罪 说他伪造事实 捏造事实 可是 为什么张爱玲 要把他的散文 称之为流言呢 这个 而且 当我们今天 后来的研究者 把现代文学史 概括成 从呐喊到流言 我理解 我理解 这一方面是在讲 鲁迅跟张爱玲 在文学史上的代表性 也是在强调 现代文学发展趋势 百年来 是从宏大叙事 转向日常生活 一语双关 我后来出了一本书啊 就把 王德威教授这句话 改了 我不叫 从呐喊到流言 我觉得 从呐喊到流言 这个说法 有一个对发展趋势的 背后的评判 我呢 看不出 流言一定战胜 那喊 或者那喊一定战胜 流言 所以呢 我出了一本书 书名叫 《呐喊与流言》 张爱玲的小说啊 她的假想读者 我们之前说过是女的 当然啦 男的也可以读 我也是男的吧 但她的散文呢 在我看来呢 她主要写给男的看的 如果从社会阶层来讲 小说呢 主要是面对市民大众 一般的文艺青年 可是散文呢 好像是面对知识分子 大学老师 这个现象呢 我注意到这个现象 是从文本上 后来呢 你查文学史的 原来它还真有根据 一个方面呢 是因为文学场域 这个场啊 就广场的场 领域的域 这是法国的一个理论家 用出来的概念 就是讲文学 作为一种文化生产 它的一些背景 当年这个 它的散文呢 发在天地和古经 尤其这个古经呢 我们之前讲过 它是一个林语堂 周作人系统的那种 文人杂志 所以呢 这个很自然的 你在古经上发散文呢 你的假想读者 就会偏男性 另一方面 张爱玲的小说 比较重感性 所以呢 感性背后 一定是有理性的 否则的话 你的感性 是没人理你的 所以呢 小说感性 散文要做一些 理性的解释 这个解释呢 我们一会儿说 包括 它的历史观 包括 它的文学观 张爱玲的散文呢 很有成就 但是呢 非常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说啊 就是 黄志平之前 说过的说法 在文学史上 没法放 整个中国现代散文呢 大致上是四个流派 一个是鲁迅的 战斗的 讽刺的杂文 劈手 一针见血 比较可惜啊 除了鲁迅 还是鲁迅 学他的没几个像样的 尤其是中国大陆 台湾勉强有个理由 但有鲁迅的泼辣 没有鲁迅 缺鲁迅的品格 香港现在写散文 非常非常这个 犀利的 有一个叫陶杰 胆子很大 什么都敢说 当然了 也是不能跟鲁迅比 鲁迅是寸刀杀人啊 大陆曾经一度 大家看好寒寒的 后来一看他做广告 大家也就 算了 第二派呢 就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 所谓的冲淡 贤士 这派散文是最多的了 与达夫费明 风自凯等等 文人的散文 他们主要是写两种 一种就是风景 山水 另外一种是小口小猫 家里的琐事 故乡的野菜等等 这类散文呢 我非常欣赏 周作人的标准 就是 简单 很色 就是苦涩的色 当然了 鲁迅有一部分散文呢 也包括在这个类型里面 比方 照话西食 温清 冲淡 第三派的散文 就是冰心 朱志钦 温柔敦厚 表达亲情 家庭伦理 他们呢 因为三十年代 夏缅尊 叶胜桃 朱志钦 他们办中学生杂志 还有开明书局编教材 他们呢 就影响了几十年 这个两岸三地的中国语文教育 所以呢 这个中学生要学啊 首先学的是这个流派 当然了 这一类的 文风最冰心的 这个还是在台湾 这个大陆除了冰心一贯 冰心以外 其他人都学不像 台湾很多了 张秀雅 张晓峰 习慕容 齐军 一大批这个散文 都是这个强调这个风格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齐军 写的在旅馆里 有一只老鼠 在他床头偷吃巧克力 他开了灯以后就说 哎呀呀 你别动 你别动 你慢慢吃啊 不要对我们人类害怕啊 老鼠果然不动 还不动 僵持了很久以后 老鼠吃了一口 他就在那里说 好 再吃 再吃 这个齐军这个散文啊 真是很 很冰心啊 太可爱了 这类散文容易得奖 我做过好多次散文的评奖 有一次我记得到 最后的决选的时候 是两篇 一篇是学钱宗书那种讽刺的 另外一篇呢 作者写他爸爸生癌了 他每天给爸爸送药 没办法 我们想想这个生癌 这个事情不会编的吧 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为了得奖 把老爸写成生癌 所以最后就给他得奖了 所以这类这个真文比赛啊 这个这类故事总是很多 说实在话 你们要是看电视的话 什么好声音啊 中国梦啊等等 一上来一定就是这些必情故事啊 我爸爸脚坏了 要上山了 背我上学了 我儿子得了白血病了 所以我一定要唱歌等等 就是清兵心传统 第四类呢 从梁语春开始 到林语堂 梁诗秋 前中书 一直到董桥 就是文人的英国式的散文 通常是讲讲读书啦 讲讲谚语啦 写点家居啦 亚瑟小品啦 梁诗秋的亚瑟小品 是非常重要的城上启合 我们刚才讲古今呢 它这个杂志呢 就是宇宙风 人间是语思 这个传统一路发展过来的 当然了 发展到后来是 到林语堂那里 就比较有牛油味了 好了 我们把中国现代散文的 四个基本方向 全都看了 那张爱玲算哪一派呢 当然他不像鲁迅那么战斗 他没有那么多的批判讽刺 这是唯一有一次 他一篇散文 就是街上看到一个 劳苦大众被欺负 他说我要是什么 主席夫人呢 我就可以管教他了 最后这篇文章还被人骂 什么想法 还要想做主席夫人 所以这个 三水呢 张爱玲这个 小说里边 主人公三文敬毁 问题很大的时候 写三水 反而散文里不写的 那散文里就讲实话 发议论 也不写花瓶瓷器啊 什么什么耳环啊 猪猪啊 这个小口小猫也很少 是温情吧 张爱玲倒是散文写家庭的事情 可是一点都不温情 我们读过他回忆他妈妈的 这个要送他妈妈走 妈妈要走的时候 他就要这个情况 好像应该流眼泪了 所以我就自然而然流了眼泪了 一点都不是真的温情 这个 如果要他写这个 像齐军这样写个老鼠吃巧克力的话 张爱玲会怎么写呢 张爱玲肯定说 去去去去 把我脸子咬坏了 怎么办 你快 我这里有 跳蚤啊 蚤子或者狮子啊 你抓抓这个吧 或者张爱玲就说 把老鼠赶走以后 我睡觉整天梦见老鼠 我才大概 相对来说最接近的 张爱玲还是那种 洋味的essay 可是他没有幽默 他妈妈早就跟他说过了 没有幽默就不要 在人家面前说笑话 他为了这个事情恨他妈妈 还有一次 当然是因为人家 夸他女儿长得好看 他呢就等着他妈妈 夸他眼睛好看 可是他妈妈呢 就说他脑袋圆 所以呢 我后来就记住了 你就夸小孩啊 千万别夸在一些怪的地方 不要说什么下巴比较长啊 之类的话 那就恨死你了 张爱玲的文章呢 说实在话 很多东西都有 幽默真是不多 这幽默到底有啥重要啊 我真是不懂了 这个 这个 我记得这个 刚出国的时候 上海有个杂志 叫文化生活 说那个女学生 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哎呀 我当时也是男生嘛 当然现在也是 这个 看看他们 结果他们都说要三高 身材高 收入高 学历高 哎呀 我这个都知道了 到了香港呢 香港他们也差不多都意思 在说房子比较重要 去日本呢 问日本的学生呢 妙得很 他们一听这个问题呢 交托结尔 讲了一大堆 最后呢 就一直在说一个字 叫亚莎西 亚莎西什么意思啊 亚莎西就两个意思 一个是便宜 第二是温和 当然了 我知道他们是讲温和 不是讲便宜 哎呀 看来日本女生真是惨啊 只要男的温和就好了 她皮带也不要 在美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美国的女生怎么说 嘿嘿 第一 幽默 第二 性感 第三才是什么诚实啊 能干啊等等 我这事搞不懂了 我说 我说你们找男的 会说笑话的 什么意思啊 原来美国女生跟我说 她说第一 幽默的人一定聪明 笨的人不会幽默的 第二 幽默的人一定感性 撕板的人不会幽默的 第三 幽默的人脾气好 所以她说 一个聪明的 感性的 脾气又好的人 你还怕他社会上不成功吗 原来这个 美国人是这样标准的 所以这个 张爱玲还好没听到 要不然的话 她这个 你看比比 她的文章 比起钱宗书那种 你要诗字不懂 欣赏文学 就像太监在皇宫 虽有机会 却无能力 这个 在这方面呢 张爱玲真是 我 不记得 她有多少话 是幽默的 但是 张爱玲的散文 别句一格 别句一格 是一个用烂的字啊 这个 可是她的确 为什么 几大流派 都放不进去 她的散文 是从英文写起的 所以一开始 就有一个面向外国人 或者不知不觉 从西方现代视角 看中国底层民俗社会 这么一个倾向 比方说一开始 她讲的题材就是 中国的服装啦 精细啦 等等 但是呢 在写作过程当中呢 她又不像 武士的主流作家这样 就是假想西方的 民主自由观念 是肯定是对的 单向的来解剖 中国的国民性 包括鲁迅 张爱玲 她一旦用到 西方的武器以后 她很快又发现 西方的这套武器 本身也有很多问题 所以张爱玲是 散文是 既用了西方观念 来批判中国 同时呢 又解构 这些西方的观念 我们讲散文啊 我一定要推荐大家 读那个赵家碧 中国新闻学大戏的 两个散文卷 尤其是那两篇导演 一篇是 一大夫写 一篇周作人写 我年轻的时候看了 就非常喜欢 这个 约达夫这篇 他说 现代散文呢 最大的贡献 就是人的发现 以前都就觉得 为君为父 现在才知道 我为自己 我那个 第一次看周作人那篇啊 实在是受不了 周作人就是 啊 关于散文 我十几年前写了一篇 是这样的 他抄了一遍 后来我又几年 我又写了一篇文章 是这样的 又抄了一篇 然后呢 后来我关于散文的看法 是这样的 又抄 抄完以后 我对散文的看法 就这样 拜托 完了 这就是导演 当时就想 哎呀 周作人这个简直太 哎呀 按我们今天说法 自己抄自己啊 这作弊啊 多年后 再度 发现周作人那篇 写的比约大夫好多了 约大夫写的是 卡布奇隆 周作人是龙敬查 周作人的核心观点 就是无私的散文啊 没什么了不起 那就是晚名的小品 但呢 加上了英国的SA SA就是非功利的 幽默的 幽默跟讽刺不一样 讽刺是有目的带感情的 幽默不带感情 纯知性 所以呢 这个 所以在这点上呢 我觉得张爱玲 当然她谈不上太多幽默 但是她的小说是 非常感性 可是她的散文 也是纯知性的 张爱玲的散文 到底在写什么呢 在我看来 张爱玲的散文啊 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 小市民的宣言 用今天比较学术的话来讲 就是她的散文呢 就是比较系统的体现了 这个作家 以普通市民百姓 为本位的 社会历史发展观 这个听上去很高大上 在小说里 张爱玲呢 这个是批判 揭露 但是也是解析 同情 小市民的人性悲剧 可在散文里呢 因为读者对象是知识分子了 不是小市民了 这个时候作家呢 却拼命替小市民辩护 甚至美化小市民 这个社会阶层 我把我把这段话再重复一下哈 小说里边是写给小市民看的 因此笔下的人物 爱情悲剧 很可怜 苦苦挣扎 没有一种感情 不是千仓百孔 写给小市民看 让他们看你们自己的悲剧 可是在散文里 因为假想读者不是小市民了 是知识分子了 是自认为是 幽国启蒙救亡的 男性为主的读书人了 这个时候张爱玲 要千方百计的替小市民说话 替他们辩护 他不再那么多的揭露 反而说小市民走在菜场里 身上打满补丁的 这么一些买菜的男男女女 是中国的日夜 是中国的现实 也是中国的明天 所以张爱玲的小说跟散文 对象不同 功能不同 目的也不同 我们下一期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